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感谢大家给大家这种缘分 也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谢谢 非常感谢 再感谢 我在活头纪念馆也看到犀牛 那三只犀牛是我叫做犀牛妈妈我提供出来的 谢谢大家 大家爱护他 也希望大家能有机会 有时间来参观我们活头的犀牛 谢谢 像中华星报的观众朋友们 祝贺新年好 谢谢大家 李老师请问一下 你那个怎么可以把那个画的那么传神啊 这个是 没有没有 我想主要是也是坚持做这件事情有四十多年了 从来没有改变过 铁板磨成针 我觉得我现在还不够好 我还要继续努力 以后希望画得更好 因为我们很少你们的画都可以仔细看到 就你的画我也仔细看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那是我们有缘 因为我表达的这种情感 正好跟观众 跟你们这些观众能够相同 从我这个画里面 你可以看到你的那些价值的追求 你的生活的经历 你对美的那种向往 所以在我这里找到了一种共鸣 可能就会感到特别的亲切 这也是我们创作的 追求的一个目的 我们就发现一下李老师 你把你的民族的那个传承都把它表现出来 这个很难做得到 哪里哪里 我反正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从事这个工作 所以我也是带着一种情感去表现 如果你一个画家画画语 如果没有情感 很麻木的在那里很冷漠的去表现那些东西的话 那当然产生不了这种感觉 首先是要感动自己 你才能感动别人 所以我首先被这个世界感动 被很多的人 被很多善良的生命 善良的生命 被他们这种形象处打动 所以在我的画笔底下 也就促使自己 用自己最大的能力去表现这些 这份感动 所以会产生这样一个效果 尤其你怕画那个老人 那小孩子那个反差那么大 而且那个感觉的皮肤 把那个怎么弄出来的 这个我成 这种表现是自己坚持的一个结果 其实画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 像我们有时候也追求一些表面的 笔竹啊或者架子啊 追求那些东西 那你当然追求那些东西的时候 你也许你的画面就产生不了这样一种感觉 当然我觉得真实是最美的 真实是最动人的 但我真实的去表现这些 艺术的这个形象的追求的时候啊 表现这种东西的时候 它产生了一种力量 它就可以把这个艺术的力量 聚到观众的心里去 就产生了感动 所以我为了一个比较敏感的 就是那个南京大屠杀 那个画的真的是很悲惨 那是怎么画的 南京大屠杀是新云大师要我画的 1992年由新云大师要我在美国我完成的 因为大师是大屠杀的受害者 他是见证人 所以他提出来要我画的时候 他跟我讲序了当年的童年 看到的那青也看到的那些景象 口述 他让我走入了大师的内心 他让我有一种责任感把这张画表现出来 使他成为一个警示之作 希望这种作品能够唤醒世人 要珍惜和平 珍惜我们今天的幸福 不要再这样这种灾难发生 杜绝这种大屠杀的灾难 那有没有安排到日本给他们看一下 这个日本的话我早就安排了 我实际上1999年就本来已经签了 月的要去 但是我的运气不好 正当我要去的前几个月 那个四元任泰兰当了知识 所以他们东京市的那些展览的主办方 就不敢邀请我的展览了 我就失去 但是我想总有一天 我会把这些作品带去的 因为全世界都翻译我去嘛 我们画这段话也是为了珍惜和平 中国和日本的永久的友好嘛 对对对对 只有记住这段历史 才能堵断这段悲剧的发生 对对对 应该能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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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是的 哇好不简单的 用一口试了 你可以把它表现出来 那大师跟我讲 后来大师跟我讲了以后 他云游世界回来以后 再来到这场画面前 我心里成怀成恐慌 我把师父说 画得不像 没看到师父站了很久 眼泪就出来了 他看了就感动 他很震撼 他觉得他我画出了 他童年的那种感觉 因为有些感觉 我们的话是表现不出来的 你说杀死三十万人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我们也不好表现 也很惨烈 所以用艺术来表现 既要表达出这种感觉 还要有一种悲传的美 所以这种美感一旦产生的时候 它能直射人的心灵 所以他就在全世界的寻展过程中间 能够感动千千万万的观众 到今章变成了一张几乎是名画了 太棒了 而且就这么大一幅 我们运输这张画都是非常困难的 都是用一个大货柜携着放的 金都放不去的 因为要大才能震撼 你们想要是小了 它就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所以这张画成为我的一个代名词了 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都有了大陆 所以这张画国家博物馆也要收传了 南京收传一张 五月份我们在北京四月份展览的时候 中国国家博物馆再次又收传这张画了 我想中华民族只有记住这段历史 才能够自强不息 才能够振兴我们的中华 是吧 希望希望这一幅画成为和平大的政策 跟你一起造一张 跟你一起造一张 然后我站左边 历史的镜头 谢谢 我还有时间 在这里 是啊 太感动了 谢谢